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 古后汉维科要举办法说会 今天登场 董事长许金荣提前报家音 他透露汉维科去年的获利 将会缴出不错的成绩单 近期有新款的检测设备助阵 加上各个晶圆厂 持续推升先进的制程带动之下 订单能见度已经看到今年六月了 是目前半导体相关业者当中 营运能见度最高的指标厂 好 接下来看到是很多 会将公布去年第四季 以及全年财报 也将说明今年营运展望 凡看好汉维科去年第四季 单季每股纯益将超过九元 去年全年每股纯益 可以达到三十四元 创下历史新高 汉维科董事长许金荣透露 汉维科的产品除了获得台积电 Intel以及三星等 三大晶圆厂采用之外 也取得联电 格罗芳德 以及各大记忆体制程厂订单 加上新款检测设备助阵下 汉维科现阶段订单能见度 已经看到六月份 公司对于今年营收获利 超越去年表现 深具信心 反预估今年获利 年增率将超过两成 每股纯益有机会挑战四十元以上 未来几年我们相当有信心 我们的技术 目前还可以有 保有很好的优势 我个人看嘛 我个人看大概三五年之内 汉维科新奇股价上涨十元 收在一千零九十元 还是低于股王大立光的一千两百四十五元 相较于大立光先前释出 一二月营收 优于去年同期 但三月能见度不高的短期营运展望 汉维科营运能见度相对领先 预料法说会在公司 释出进一步讯息之后 将使得台股股王争霸站 更加白热化 东采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